一直指出底部已到達 應該是看好而非看淡 結果證明世界變化急速 首先是中國努力拯救房地產市場 主力提供資本市場融資 吸有實力的房地產企業子彈 於低迷的市場下進行收購合併 當水喉已經打開 其實要再跌已經很難 接下來的劇本 試看哪個白武士率先出手 去拯救債台高足的民營企業 市場佔有率進行大整合 日後的二十大房企 規模會出今天大得多 另外聯儲局主席也在週三晚上表示 12月加息幅度將會放緩 但仍然會繼續加息 以控制通脹 這個消息足以令市場興奮 美股突破近期高位 即使短期升幅已高 仍然具備往上升的空間 就連中國最近也對防疫措施進行封頂 小區逐步解封 雖然仍然要做檢測 一旦發現陽性 大樓仍然要封控 但至少可以自由出入 商店重開 已經是一大進步 至少消費股能夠有一個似仰的反彈 升幅已經很可觀 簡單點說 就是之前的壞消息 已經度過最壞的情況 開始旺好的一方發展 如果情況持續 有利於大事反彈 如果相信明天會更好 現時需要克服畏高症 望著早前的低位 一定是已經反彈很多 但哪是最壞情況 全民放棄 又遇到斬倉的低位 正常情況下 很難再遇到 與其去想撩到終極低位 不如順勢而行 反正步出谷底的趨勢明顯 簡單地買入 然後堅定持有 便是最好的策略